台湾永远不可能回归中国 我一定会抗争到底 这是台湾嚣张分子林淑雅的狂妄之词 值得庆幸的是 就在他说还这句话后不久 不仅遭遇了飞来横扩 还成为事故中唯一丧命的人 那么当时发生了什么 他的死亡究竟是作合多端被添收 还是人为的阴谋呢 2023年5月10日中午时分 台中的某辆列车像往常一样 缓缓驶入风乐公园站 此时车上的乘客都在各自忙碌 完全没有意识到 一场灾难正在悄悄逼近 就在列车的不远处 旁边一栋正在施工的大楼上 有一个正在工作的吊臂 已经悄悄欲坠 由于吊塔在高处工作 因此门人注意到这点 因此吊臂支撑不住 瞬间去吊塔分离 直冲地面而去 有些眼尖的人发现了这一幕 被吓得惊声尖叫 由于吊臂下落的速度过快 很多路人都来不及躲避 而车里的人更是对此完全不知情 巨大的吊臂狠狠地砸在车头 瞬间将车辆逼停 车窗四分腐裂 破碎的玻璃片四处费劲 很多呼呼噜人被护伤 而车内的警箱更是惨不忍睹 乘客完全没有防备 车辆骤停后被甩出去狠片 一些乘客被玻璃碎片划伤 一些离得近的人更是直接被砸中 车里一片狼藉 混杂着求救声与惨叫声 消防与救援人员很快赶到事发现场 此时车里的乘客依旧惊魂未定 救援工作进行得如火如毒 有十几人受到不同程度的伤 好在他们被及时送进了医院 并没有性命之忧 然而政大救援人员准备松口气时 发现车厢底部 竟然还躺着一个浑身失血的女人 被救出来时 女人已经没了气息 原来掉臂砸下来的瞬间 她就被甩出车厢 当场死亡了 作为整场事故中的危机死者 所有人对她的身份都表示好奇 经过确认 这个女人名叫林树雅 是台湾静怡大学52岁的法学助理教授 事故发生时 车子里这么多乘客 虽然有十几人受伤 但却并没有人丧命 为什么偏偏只有林树雅丧命了呢 对于这个事情 大家重说愤怨 甚至有人直言 林树雅是坏事作戒 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 因此才将她收走的 而随着案件的申诉调查 林树雅的另一个身份 也逐渐出现在大众视野中 水晶火存活一天 台湾就永远不可能回归中国 台湾校长分子林树雅 当众发表狂闻言论 没想到几天后 乘坐交通工具时 却突然被调皮砸中 成为事故中唯一的遇难者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就了解 林树雅与蔡英文的关系非常密切 她不仅是蔡英文的得力助手 还帮助蔡英文 做了不少不利于人民团结 祖国统一的事情 而她也在蔡英文的帮助下 掺出异己 得到了不少好处 那么林树雅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其实还就从她的人生经历讲解 实际上 林树雅小时候 并不是什么三观不正的人 她的父母都是大陆人 当年跟随老蒋撤退到台湾后 并不是忘记大陆的亲人 因此经常教育林树雅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定要谨记于心 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回大陆看看 从小在台湾长大的林树雅 并不能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 反而觉得父母的心悔可笑 她从来没有去过大陆 因此就觉得台湾很好 而大陆则处处不如台湾 她无法理解父母的心情 也无法与父母的思想情节产生共性 只将这件事当成父母的愿望 家里孩子虽然多 但林树雅的父母却非常有远近地认为 只有读书才是最好的出入 因此咬着牙供他们读书 在这些孩子里 林树雅成绩最好 因此父母并不就因为她是女孩 就让她放弃读书 很快林树雅就凭借着 优秘的成绩靠向大学 而在此期间 她的思想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由于他们并不是台湾本地人 所以经常被人排挤 林树雅小时候过够了这种生活 一直想凭本事上会 进入大学后 她发现一些老师教授的知识 传播的思想 与她父母交给她的完全不一样 林树雅的认识开始发生变化 她觉得老师懂得比她父母多 因此老师的思想才是正确的 她不知道的是 当时美国正准备利用台湾搞事情 偷偷摸摸在背后收买了不少人 经过威逼利诱 很多大学老师 高层人士都已经成为了老美的走狗 一边享受国家待遇 一边求干者有损着国家利益的人 而林树雅当时正处在思想动荡时期 因此很容易 就被那些三观不正的老师洗脑 并坚定地站在反对国家统一的一面 她从始至终没去过大陆 却坚定地认为大陆不如台湾 并且坚信自己就是这里 为此经常大肆宣扬大陆不如台湾的言论 试图给周围更多的人洗脑 而她的思想开始走偏之后 野心也逐渐开始膨胀 台湾永远不可能回归中国 我一定会抗争到底 台湾不法分子李树雅当众发表狂妄之词 不久后就突凿横扩 不仅成为事故中回忆丧命的人 还被爱过人士唾弃 事情曝光后 国人纷纷表示恶人自有天生 林树雅深知 想要影响更多人 就要有更大的权利 因此她在充实自己的同事 也在不断地揭示更多政界人物 并想方设法地 让大佬们看到她的价值 由于她自身确实有两把刷子 因此毕业后 她很快就成为了大学老师 并不断地将自己的错误思想 传达给学生们 据说林树雅的演讲 格外引人注目 口才好不好先不说 表演是非常精彩的 一言不合就瞪大双眼 恨不得将不认同她的人瞪死 没想到她竟然 还真的影响到了不少人 而此时 蔡英文也盯上了她 蔡英文觉得 林树雅可以收在回家 帮她给更多年轻人洗脑 而林树雅则想借着蔡英文的势力 实现自己不断往上罚的野心 因此两人结识后 臭味相投 相见很晚 有了蔡英文当台后 林树雅的行为更加狂妄 她利用职权铲除异计 僵尸本清华的行为 美化成是为了帮助中国发展 除此之外 她还不断地参加各种露脸的活动 大放厥词 甚至嚣张扬眼 只要自己活着一天 台湾就永远不可能回归中国 令她后面想到的是 自己随口说的话 竟然成为了现实 没过多久 她就遭遇横阔 被突然掉落的掉臂砸死 并且成为了 整场事故中 唯一丧命的人 明明之中 似乎都是上街安排好的 因此很多人做猜测 林树雅一定是太过狡猛 是一些政敌估计而为之 因此还专门派人调查事故的原因 原本想着能够找到证据 但结果却一无所获 不得不说 这些人进谋论应该看的不少 先不说估计破坏掉打的 可情性有多大 谁知道林树雅什么时候上什么车呀 再说了 谁知道她上之后坐哪呀 为了一个林树雅 让那么多无辜的乘客给她陪葬 实在是太高感难了 事实上 这件事还真的是一场意外 经过调查 这家建筑公司 原本就存在不少问题 短短五年之内 这家公司就已经发生过 极其重大的工程安全事故了 因此林树雅的遇难 可能真的是老天都看不下去了吧 这件事曝光后 更有声明大意的网友表示 这就是反对国家统一的下场 希望某些台湾不法分子 能够认清现实 否则说不定哪一天 就落得与林树雅一样的后果了 你们觉得林树雅事件 是意外还是阴谋呢